然后我们看这一个 它这个graph呢 我们看这种weave的graph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呢 我们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 我们看它的excess 所以我知道它的excess是time的时候呢 像我开始 像一个完整的这0.4就是我的那个period t 它的ambitube呢 就是这个的高度 所以我的a会是等于3 所以它最高的这个就是它的ambitube so它的t是0.4second 所以我的t等于0.4second 然后在这个graph呢 其实我的ambitube是3cm ok 这一边跟最高是3cm 然后我的frequency是1.t 然后呢 是1.0.4 1.0.4 我们在这一边一除0.4的话呢 我们拿到的是2.5 2.5它代表什么呢 2.5呢 它代表的是 我来到这一边的时候是1second 当它是1second的时候 它有一个 两个半 2.5个完整的那个 complete的oscillation ok 它的2.5代表它2.5 complete的那个oscillation in 1second ok so 0.4second就是说它一个complete的oscillation 是需要0.4 ok 0.4秒 5分钟 0.2 水面快速 中文 0.4 tanto是一个是一终的余方方法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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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